高雄一名男子昨天深夜在前鎮区间卡拉OK店外 疑似跟另外一组人发生碰撞 双方就在店门口吵了起来 因此店家拒绝他们入场 对方越想越生气 一路追到140公尺外的民宅 当场二打一上演了全武行 现场一团混战 警方事后也将依设违法证办 生夜11点多 一名男子看起来罪得不轻 我跟你说你现在小声 招人殴打受伤却拒绝就医 随后被带上警车 原来稍早前他和另外两名男子 发生冲突 当场二对一上演全武行 似乎打得激烈 连花盆都拿来当武器 碎片洒了一地 一旁机车和汽车也都惨受波及 屋主睡梦中惊醒 赶紧拿扫把收拾残局 当时高兴男子在卡拉OK店外 以思汗另一组人发生冲突 因此店家拒绝他们入场 对方一气之下才会一路追到这边殴打 事发在14号深夜高雄前镇区二顺路上 高兴男子刚离开卡拉OK店 似乎喝带醉在路上碰撞到李兴男子等人 双方暴征止李兴男子后来想进店消费 店家担心惹麻烦据收 没想到他们竟把气怪到高兴男子身上 追除去在140公尺外的民宅打了起来 事后护殴的三人均不提告 不过在民宅前打架 严重老民最无辜的恐怕是受波及的污住 借玩家徐全容邓明高雄报道